去南極旅行對部分人來說可能是一世一次的夢想 但想不到有人可以去逐四次而且一點都不厭 導遊Thomas已經入行24年 續席遍佈全球75個國家 一年有三分二時間都不在香港 四年前他第一次帶隊 一行十多人坐30小時飛機去亞根廷 外展十一日的南極郵輪之旅 之前來過幾次 每次看的感覺 光線、雲霧和太陽的折射率不同 我拍出來的照片 感覺到的感覺都是不同的東西 是很特別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即使來了四次 他每次仍然很興奮很刺激 他說南極的特別之處 在於完全屬於大自然的世界 現在很大風 南極就是這樣 突然間有大風大雪 現在又有冰風 所以我們根本未知會是怎樣 所以南極的郵輪不會有固定的路線 船長需要每日視乎天氣最新情況 才決定下一個目的地 我們第八日上岸的時候 有浮兵突然間湧入我們登陸的港口 要提早上船洩退 突然間被冰封住了 這種感覺是很有The Day for Tomorrow的感覺 很多人都覺得去南極一定很辛苦 只是適合年輕人去 他就不是這樣看 其實我覺得不算加負奪 不同其他有些綠地有的那些 可能全日去這個都行 是沒得停的 你不走就沒得看 或者有些好像去那些高山地方 西藏或者秘魯那些 幾千呎的高原地態 說真的大部分的人都有高原反應 他說最辛苦都是去請和會請的時候比較大浪 所以他就準備了私伙的幻梅 米粉和薑茶給每位團友 萬一偶然都有些清淡的食物落土 來了四次的他就說一點都不厭 但如果要你真金白銀 給十三萬團塊獲你 你又覺得值不值?值!